- 百萬youtuber的莫采希 7月與老公Aden宣布懷孕喜訊 隨後在性別派對上揭曉了寶寶性別是男生 熱愛台灣的夫妻倆在台灣度過了產前蜜月 拍攝孕婦寫真 也在婦產科照斯蒂超音波 看見了兒子的五官 讓莫采希相當開心 祝福寶寶真的好可愛 不料金融兩人去宣布將要返回美國生產 Eden透露老婆的預產期大概是在今年的聖誕節 他們非常想要在這個季節裡 與最親愛的家人們度過 所以決定在美國生產 希望下一台能有機會在台灣生 影片曝光後 往我們紛紛獻上祝福 希望莫采希順利生產 也很理解夫妻倆的決定 畢竟陪伴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事實上莫采希此前曾透露 由於台灣不承認雙重國籍 因此就算她在台灣生產 小孩也只能拿美國國籍 但如果未來法令改變 一定會讓小孩申請台灣國籍 Wiii